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有网友称他的资产能够在香港买下一半产业也不足为奇 如此来看李嘉诚的垄断经商手段属实没少为他带来利益 就在近日媒体报道了李嘉诚的最新动向 疑似内部资产发生了变动 关于李嘉诚到底会让谁继承自己的资产 这个让许多人充满好奇的疑问 也在这一次资产重组中有了答案 李嘉诚将自己的3000亿资产分成了三份 两个儿子各一份 家族信托基金会拿了一份 而在更为详细的文件中 李嘉诚的财产分配对象只有李泽聚一家三口和李泽凯一人 这也意味着梁洛诗和三个儿子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属实让人意外 梁洛诗虽说并没有跟李泽凯成婚 但两个人之间在一起多年并共同养育三个儿子 不管怎么说 就算不想给梁洛诗这个外人 那也应该为三个孙子留下一些资产 毕竟他们留的是李嘉的血 那么事实真的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吗 时至今日梁洛诗都住在李泽凯送他的豪宅中 即便今日的女友郭家文也获得了李泽凯馈赠的豪宅 但跟梁洛诗的红木屋别墅比起来 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套超级红木屋可以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它坐落在港岛大湾岛12号 占地2万平方尺 由于装修材料以红木为主 被外界称为超级木屋 而且李泽凯还请了有名的建筑师 完成整个房子的布局设计 耗资3.61亿 历史八年才完成了如此规模的豪宅 而郭家文那边 李泽凯只是给他付了首付 之后每个月18万的房贷 还要他自己去打拼 梁洛诗在遇上李泽凯之前 就已经独自闯荡娱乐圈很久了 14岁那年 梁洛诗被英皇看中 于是当其他的同龄人 还在为着考高中写作业发愁的时候 梁洛诗的手上就攥着一张十年的合约了 对于他来说 人生的转折正式开始 英皇当时极为看中梁洛诗 甚至要把他培养成张博之的接班人 为了让他有更好的表现 起初的两三年时间 梁洛诗一直在求学 既学表演也学音乐 之后 英皇投资1500万拍摄电影 重推他 接下来凭借电影 伊拉被杀 他不但拿到了葡萄牙电影节的影后 同时还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的提名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外人眼里 此时的梁洛诗绝对是一个可造之才 只不过在这期间 因为自幼养成的叛逆个性 让梁洛诗的生活发生过波折 2006年 梁洛诗突然被英皇勒令放假 这等于是被血藏了 据说当时他爱上了比自己 大21岁的音乐人陈辉阳 如果说恋上可以当爸爸的男人 只不过是花边新闻 随后发生的顶撞经纪人 不服从应酬安排 缺席采访邀约 让当红的梁洛诗 被英皇整整血藏了一年 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来源 梁洛诗这才意识到任性的代价 此后 他虽然得以付出 却还是因为大大小小的事情 和英皇之间展开了拉锯战 梁洛诗合同在身 英皇每每以血藏和巨额违约金威胁 他根本束手无策 于是此时李泽楷出现了 李泽楷和梁洛诗的相识 少不了媒人杨子琼的功劳 2007年 李泽楷到木乃伊三片厂探班杨子琼 杨子琼顺道把正在合作的梁洛诗 介绍给了李泽楷 有了李泽楷的兜底 梁洛诗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采用法律手段 为自己争取利益 与英皇娱乐对付公堂的艺人 这场官司最终达成庭外和解 坊间流传 李泽楷给梁洛诗赎身的费用高达2亿港币 随后在李泽楷的安排和指导下 梁洛诗开始从娱乐圈跨行到其他领域 学金融理财 学外语 到外面的世界 开阔事业 即便和英皇撕破脸面 资源断档 也不缺钱 2011年 梁洛诗未婚生下三个儿子 中人本以为他将母平子贵 顺利晋升为李家太太时 两人分手的消息却猝不及防地传了出来 据说是23岁的梁洛诗主动提出分手 因为受不了没有自由 即便是还没有名分 李泽楷都对他有诸多要求 就连他和朋友的简单聚会 都要听李泽楷的安排 分手后 梁洛诗便带着三个儿子远走加拿大生活 直到2014年 梁洛诗才带着三个儿子 回到香港 那么问题又来了 李嘉诚怎么会同意梁洛诗带走孩子呢 即使他们没有结婚 但三个孩子仍旧是他的孙子 这就是李嘉诚的高明之处了 三个孩子如果留在李家 梁洛诗又不能进门 那么孩子由谁来照顾 要知道李嘉诚的妻子 早在30多年前就去世了 李嘉诚父子三人又忙于生意 根本没有时间全职去照顾孩子 那么三个孩子只能跟着保姆长大 而保姆只能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可是却不能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如果真的是这样 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 基本上也是可想可知 李嘉诚让孙子跟着梁洛诗去加拿大 一个是可以让孩子留在母亲身边 毕竟那个时候孩子刚出生 更加需要母亲 另外一点就是 让他们远离香港这个是非之地 李泽聚的几个子女在香港生活 其实也是非常可怜 几乎没有自由 不怎么敢出门 偶尔出一下门 就是包得严严实实 生怕被媒体拍到照片 除了安全问题 还需要防止被媒体骚扰 让他们去加拿大生活 则没有这个问题 如今三个孙子都已经十来岁了 于是李嘉诚才让梁洛诗 把孩子带回香港读书 其实说白了 李嘉诚做这么多 也忍痛跟孙子分开了十年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第三代里面 出现败家子 再谈到前面 李嘉诚资产重组 却仍旧没给梁洛诗一分 其实这对梁洛诗的影响并不大 梁洛诗虽然无法嫁入李嘉 但是他的地位非常超然 因为他是李泽凯三个儿子的母亲 关键梁洛诗非常聪明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一直守着三个儿子 也不改嫁 如果梁洛诗早就选择改嫁 放弃自己的三个儿子 那么以后他的三个儿子 就算是接班了 他们也不会去管梁洛诗 可是过去十来年 梁洛诗跟三个儿子朝夕相处 感情非常深厚 因为李泽凯比较少参与儿子的教育问题 所以这三个孩子 肯定是对梁洛诗更亲 而对李泽凯则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 可是李泽凯一直没结婚 也没有跟其他女人生育 所以这三个孩子就是李泽凯唯一的接班人 不管选择谁接班 梁洛诗都必定将母凭子贵 事实上梁洛诗如今这个地位 甚至比嫁入李嘉更好 如果梁洛诗成为了李嘉诚正式的儿媳妇 那么她的生活就要受到很多约束 如今她不是李嘉的人 也可以自由自在生活 谁也管不了她 不得不说 梁洛诗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而李泽凯的资产也是被大大低估了 李嘉诚家族在美国还有一笔隐形资产 这笔资产就是李泽凯旗下的博瑞资管公司 这家公司可不简单 博瑞资管公司是一家非上市公司 前身就是雷曼兄弟的资产管理公司 2008年雷曼兄弟因为次贷危机而爆雷 之后李泽凯就趁机收购了资产管理的生意 组建了博瑞资管公司 如今博瑞资管公司已经管理了1500亿美元的资产 可以想象这部分的资产有多少庞大 未来这些资产肯定也是留给这三个孩子 如今34岁的梁洛诗可谓是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随着儿子们的逐渐长大 属于梁洛诗的自由空间将越来越多 9月2日 梁洛诗罕见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动态 这一次他高调为自己主演的电影《爆裂点》做宣传 这部《爆裂点》可是魏波鲜火 由博纳影业集团 英皇电影出品 林超贤 梁凤英监制 唐维翰指导 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林超贤出品 避暑精品 另外 再加上影帝张家辉 影后梁洛诗的演技 打造出一部让网友们心动的警匪动作大片 亦不在话下 以往梁洛诗偶尔复出接戏 都只是一些配角 戏份很少 不过 这一次梁洛诗居然拿下女主角的位置 不得不令人猜疑 是获得了李泽凯的大力支持 至于两人目前处于合众关系 网上也是各有版本 有人说 李泽凯之所以没让港姐郭家文怀孕 是为了保证梁洛诗的三个儿子 当港媒爆出 李泽凯已和相念五年的郭家文分手后 网友们更是猜测 李泽凯已低调跟梁洛诗复合了 不管结局如何 34岁的梁洛诗 已经算得上妥妥的赢家了 即便自己的三个儿子 没有在李嘉诚财产分配名单上 但是 以李泽凯目前的身家 也足以让梁洛诗母子 享尽荣华富贵了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下 我们明日不见不下